大廳 廁所 所有角落執行深度清削 淘機爆出清潔源染疫 緊急召回同事及防疫車隊採檢 又再新增三人確診 CT值落在24到28之間 而按17230定序確定染上Omicron 不只清潔源染疫 連防疫車隊司機都有 目前疫調追蹤 最早發現的個案 按17230主要負責 停車場廁所 而另外兩位同事 一個掃辦公大樓 一個負責領行李區域 本身也容易接觸入境旅客 其他時間三人沒有太多接觸 唯一共通點是搭了同班通勤巴士 而確診司機使用的停車場廁所 正好是按17230負責清潔 是唯一重疊的活動區 不過這名司機去年底 也有載過確診者記錄 燃給其他的人 這一個案子 他在轉盤之間使用旅客很多的 然後在同車燃給其他的兩位 那其中有一位在清理廁所使用的時候 那防疫計程車司機被染到 目前只有掌握一人基因定序 加上CT值還會改變 無法直接判定傳染途徑 但已經確定四人感染逃機防疫即刻升級 記者會結束 再趕往機場視察動線 要求做到零接觸才不會有風險 新變種Omicron攻陷逃機 甚至可能進入社區 原先鬆綁的口罩令也暫時緊縮 桃園市民外出除了飲食之外 要求全程戴口罩 以免控制不住再擴散 三連新聞綜合報導 標堵車化學兵全面出動 在中鎮市場內外和周圍環境 進行清潔 但有些攤商早上才接到消息 休市三天根本來不及收 疫情來得又急又快 早上還在營業 下午就得休市 攤上根本來不及反應 確診的淘機清潔員人足跡 是在2021年12月30號和31號 上午9點到12點 才在中立的中鎮市場 擺攤 賣小孩子耳環 公仔和法券等商品 賣是耳環那種小飾品 把我們在嚇了我 哪也不敢開 就把門關起來就在裡頭 不只是案17230清潔員工 通勤時搭乘同班交通車的17238 和案17239也確診 足跡還在查 也針對清潔公司員工 共878人進行採檢 另一頭在中鎮市場周邊 已經設立三處社區採檢站 有攤上擔心染疫 也有全家大小 一起來採檢 小朋友是安親班同班 就是有疑慮 我想說就趕快來做採檢 我們今天還在籌備 增加三個採檢站 一共是六個 那民眾都可以免費 來這個社區採檢站來採檢 那今天下午再確定的新的三個 那我們會立刻公告 採檢站將從三個增加到六個 儘快找出可能的確診者 守住防線得跟時間賽跑 在旋律這條情形 桃園報導